对于今年的开始 我们都有很多的展望 尤其过去的一年里 面对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 许多人都始料不及 计划也因此被打乱 停滞不前 疫情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 许多改变已经发生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它加速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与转型 这不全然是件坏事 也许改变中蕴含着机遇 尽管许多线下活动已经暂停 但是演出行业很快就找到了出路 走上云演出 四合院艺文芳和几家企业联手举办的 好日子2021新年音乐会 正正也是以线上放映的方式 让观众即使足不出户 也可以欣赏到精彩的艺术表演 舞台上演奏的乐章 就是送给大众的新春祝福 一起携手是四合院艺文芳 在2016年提出的计划 主要在于促成艺术家 与企业家的合作 来推广艺术文化与教育 而这个计划我们的目标不单是 企业的资金注入来举办一轮活动 也包括了鼓励企业把其专业技能 知识带入这个活动中 和艺术家一起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有趣的事情 创造一些新的活化 好日子线上新年音乐会 它不单单是一场音乐会 它也是一场音乐与工业建筑的对话 那这个音乐会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 还有在这个舞台前进行录制的 那我们不是live的活动 很庆幸的我们在MCO以前 12月下旬就已经录制完毕 他们将舞台命名为工业化山水 如果仔细观察 那其中融入了工厂的结构元素 以脚手架搭建而成 演出者就在脚手架上弹奏和舞蹈 这舞台在白天和黑夜里 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采 天亮时布片看着是红色和橙色 天暗时灯光亮起 布片只剩下一片橙色 以喜庆的两种颜色 搭配光影的变化来提升舞台的层次 营造出欢快的新年气息 这个舞台也是音乐会的主角之一 例如江南春色 就是在这个水池里演奏的 而上面悬条的平台呢 就是我们给舞者专门设计的跳舞的舞台 那其中有一副叫做高山流水 那我们也利用了垂直投影 因为音乐是在晚上演出的 我们在舞台的中央投出了一副 富春三剧图 这是一副长拳手画 那利用一副古画的滚动 还有舞台的夜景 那配合我们的艺术总监张云翔 如美的演出 来带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音乐会 音乐会中包含了独奏 合奏和独舞这几种艺术形式 即使透过屏幕也依然能感觉到 浓浓的艺术气息渲染整个舞台 在这一次的线上新年音乐会当中呢 我们大部分选用的作品都是传统的经典作品 那其中幸福年喜洋洋 是两首家喻户晓的曲子了 纵使你从来没有学过音乐吧 但是一听到这个旋律也知道说 哦 过年了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这两首作品是谁写的 那就是著名的护青大师刘明元先生写的 而二胡独奏梁霄这首作品呢 原名叫做《厨叶小唱》 是中国近代音乐家刘天华先生 于1928年的《除夕之夜》创作的二胡独奏 这首乐曲呢 以优美的旋律 轻松的情绪抒发了与亲友欢喜 熟悴 共度两宵的那种愉悦的心情 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二胡和谷征合作的那一首《江南春色》 是一首具江南地区音乐风格的乐曲 描写了春光明媚 修丽动人的春天景色 这次的活动的舞台设计的主题 名字叫做工业化山水 所以古增演奏的部分呢 我选用了浙江争取高山流水 那这首作品的音乐典雅古朴 慧景抒情 更有一种壮志舒怀之意 音乐会也不全然只是以华乐 演奏春节乐曲 同时也加入了出自法国音乐家 德布希的敏斯特列尔 这首曲子充满着异国风情 多元的色彩和风貌 正好搭配二胡和古装 另外还有现代舞等 优美的舞姿演绎出疫情 带给人的忧郁 惆怅和对家乡的思念 但依旧要对未来抱有希望 在这个时代呢 说表演艺术的创新 这是绝不可少的 但是传统和古典 真的离我们很远吗 作为这次活动的艺术总监 我还是希望更多的 借由这些经典作品吧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年的开始 走近去聆听和观赏 稀奇品味 你可能会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因为那都是我们前人的生活结晶 可能哪一天当你发现 这些优美的旋律与动人的舞姿 让你非常的动情的时候 也许你将更珍惜 也更明白生活的美好 将典雅古朴的音乐 搬上线上音乐会 除了向大众传递欢乐的气氛之余 也让这些遥不可及的音乐 走近大众 变成一种文化 一种气氛 也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为了大力推广音乐会 他们与大将出版社 联手进行拼文送服的宣传 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就会放出一张宣传照 上面留下多处空白 再搭配诗词句子 以音乐 文字和图像 带给大家新春祝福 因为那个拼文 它留下一些空白的空间 这样让大众就可以自由发挥 他们的创意 然后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此就可以产生更多元的祝福 我们想传达的是 比较积极的理念的想法 在疫情还未平静的当下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坦克 阅读可以帮助思考 能让心灵有所寄托 书本或许就是一个不错的生活调节品 我们希望更多人可以从阅读中受惠 以良好的心态迎接新年 疫情来势汹汹 人们所有的不安和焦虑都会被放大 备受煎熬 而音乐能治愈心灵 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 即使形势严峻 我们也能维持良好的心态 音乐会让人相信 在层层乌云里会有阳光 好日子总会到来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